小蝙蝠和朋友们 45 拖拉机被救了 农夫回家了 他看到了拖拉机 不好了 农夫说 拖拉机怎么到池塘里去的 农夫看了看小狗和小奶牛 他看了看小猫和小蝙蝠 他看了看小猪 农夫走进了房子 他拿起了电话 喂 他说 我需要一辆拖车 拖车很快就到农场来了 拖车来到池塘旁边 一个人用钩子勾住了拖拉机 拖车 拖车把拖拉机拉出来了 拖拉机从池塘里出来了 好了 小猪 小奶牛说 我希望你吸取了教训 你不应该开那个拖拉机 别担心 别担心 小猪说 我不再想开拖拉机了 现在我想开那个拖车 小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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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猪